哈囉大家好,我是藍波 你知道炭智郎的身優是誰嗎? 如果你好奇炭智郎他背後的身優 那麼這支影片值得你坐下來觀賞 今天這支影片要帶大家認識 花江夏樹 花江夏樹 1991年6月26日出生在日本神奈川縣 由於高中時期討厭學習 花江決定不念大學 曾經他想過要不要將興趣的唱歌當作工作 而當時他受到動漫 英男高校男公關部的影響 他決心立志要成為身優 我個人是沒有看這部動漫 所以實際內容我也不知道 由於當時他還是高中生 他並沒有錢去上身優培訓所 於是他向他憧憬的身優 山寺紅衣所屬的身優事務所 Across Entertainment 祭出了自己錄的語音檔 而對方有收到花江的來信 並讓花江參加了三個月的身優訓練 經過了兩年 花江參加了Across 娛樂的征選 並正式合格 這也讓花江在2012正式成為Across 娛樂所屬 由此可見 人的夢想搭配實際的努力 在花江身上我們看到真實的案例 我相信花江在那段時間 一定也很努力才能擁有他現在的成就 而花江在2016年8月27日宣布結婚的消息 同時他也透露他個人的故事 花江的父母和祖母都已經去世 自己希望能夠建立個家庭 而花江結婚的對象 一直都默默給予他很大支持 即便在自己從事 晚上7點會更新 有時候也會休息 目前頻道快要達到 應該說已經達到43萬了 喜歡的朋友趕快訂閱起來吧 那就讓我們一起來看 我最推薦四部花江配的動漫吧 首先是第四名 鄭宗君的復仇 真必正宗 在這部動漫我們會看到花江的中二發言 劇情是校園戀愛 由於小時候男主角非常的肥胖 所以被許多人霸主 而因為一次與某位女孩的邂逅 使他迷上了那位女孩 但由於一些故事的轉折 男主角被罵太胖了 智在那之後他決心減肥 而他也變成了一位大帥哥 並立志要為當時報仇 有興趣的朋友在自己找時間看囉 再來是第三名 鬼滅之刃 炭之狼 鬼滅是近期的作品 也是我認為近期最棒的作品 在第19集這一邊的戰鬥配音 非常熱血 他不只是劇情 畫面還有音樂 都做得非常優質 我之後也會繼續做鬼滅的題材 如果你喜歡鬼滅 你知道我的意思吧 再來是第二名 四月是你的謊言 有馬公生 在這一部 我們會聽到花章 去呈現有馬公生的內心 種種憂鬱的情緒 那種悲傷而欲言又止的心情 在這部畫章呈現得很好 這一部是相當美的 校園音樂動漫 我必須說 我在高中看的時候 我一直用衛生紙擦眼淚和醒鼻子 這也是一部我非常推薦的動漫 與你相遇的春天來了 沒有你的春天要來了 君と出会った 春が来る 君のいない 春が来る 最後是第一名 東京餐種 金木炎 佐佐木碑士 東京餐種 講述東京存在著一個會吃人的生物 名為餐種 而男主角金木炎在一次以外 他變成了半餐種 故事看似簡單 但內容卻非常吸引人 而東京餐種 是我內心的第一名動畫 至於為什麼 有機會再聊吧 而也是這一部讓我認識到 花江夏樹 作為神優 而花江在這部會去呈現 金木炎對於殘酷世界的獨白 還有在金木炎失控 以及自我對話的種種 當然還有被虐的聲音 母親 母親 何故我為了一人 寂寞 一人は嫌だ 僕のために生きて欲しかった 間違っているのは僕じゃない 間違っているのは この世界だ この世界は間違ってない ただ そこにあるだけだ 這個世界並沒有錯 他只是在那而已 而花江也是因為這部動漫 在動漫界有了非常既定的印象 那就是當我們想到花江 我們便會很自然地想到金木炎 由此可知 花江在這部動漫將金木配得非常入神 而個人私心評價動漫的部分 那就是後續劇情看漫畫吧 當然花江還有配過很多很不錯的作品 如果你還想看其他的推薦 你可以到我的網站文章上去尋找 然後你可能不知道 日本也有英雄聯盟的配音 而花江配音的角色是 齊格斯 火花江在當時很喜歡英雄聯盟這個遊戲 他很高興能夠成為其中一個配音員並享受玩遊戲的樂趣 花江的聲音其實蠻好認的 在當初我還沒有真正了解聲優時 我看《四月是你的謊言》的時候 我聽到尤馬的獨白 我就一直在想 為什麼這個聲音這麼熟悉 沒想到他跟我最喜歡的金木炎是同一個聲優 而我也相信在未來花江也會帶給大家更多動漫作品 並讓我們一同欣賞那些動漫的故事 好了那麼花江的介紹就先到這邊 這些推薦是以我自己看完也很喜歡所做的排名 希望這支影片有讓你更認識花江下屬 你喜歡花江的哪部動漫 我推薦的動漫你看過哪幾部 還有哪部作品也不錯但是我沒提到 歡迎你在下面留言讓我知道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你喜歡鬼滅之刃這部動漫 歡迎你到網頁上尋找你喜歡的鬼滅周邊 我們的購買將會是對動漫的支持 同時也是你對我的支持 好了那麼這支影片就先到這邊了 如果你想看我做什麼題材 歡迎在下面留言讓我知道 我們下支影片見 以為最好 可以看到很難的 就要了解 如果有小朋友 請讓我讓你來 是非